民眾搭公車一般都會抓好扶手 避免急煞重心不穩摔倒 搭捷運也一樣 進到車廂後乘客就會站好抓穩 但這名周姓男子一家三口 搭交通運輸工具時 都靠假摔賺保險金 只要一跌倒受輕傷 就到捷運公司拿送診證名單 近十年來炸保金額高達5500萬 周姓男子把炸保來的錢 拿去買這260條的金條 價格相當昂貴 另外他還自費買了這個高級燕窩 來申請理賠 桌上滿滿的保健食品 藥膏和人參 都是他們一家人買來的 申請到保險後 還會轉賣賺一筆 夫妻倆平時沒工作 卻靠炸保來的錢 買農舍和別墅 不僅在花蓮置產 夫妻倆還住在新北市土城區的新房子 生活相當優渥 而警方調查發現 周姓男子跟家人 爆了六十一張意外線 輕微跌倒後就到中醫看診 並購買高額中藥財 申請理賠再轉賣 至少五間保險公司受害 查扣大量證物 如黃金中藥財等證物 全然依刑法 詐欺洗錢防治法移送 出門就會受傷 靠著假摔十年賺理賠金 這下被抓不僅所得全被扣回 靠炸保衛生的日子也畫下句點 三天新聞到一層旅宴林雲鈞 台北參謀的 我希望ила 周姓雲的